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每天为您分享养生知识。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饮食结构的变化和体检的重视, 糖尿病的减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糖尿病的治疗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完全不可能掉以轻心。 规范治疗、合理膳食、合理锻炼、舒适清晴、 监测血糖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神仙匠糖方, 让我们的身体血糖、血脂、血压、胆固醇一降再降, 身体悄悄变强壮。 一起来跟着我的视频, 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块南瓜。 南瓜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 多糖、淀粉及纤维素等。 物美价廉、老幼皆宜, 是值得推荐的食疗佳品。 有动物实验表明, 南瓜中提取出的南瓜多糖, 可以显著增加糖尿病大属胰岛素含量, 有效降低空腹血糖值。 其降糖作用可能主要是通过胰岛素细胞 增加胰岛素的分泌, 通过胰岛素对中趋和外周的作用。 即促进合成代谢, 抑制分解代谢, 从而降低血糖。 另外, 有医生实验表明, 南瓜提取物对二型糖尿病患者 具有一定的改善症状和降低血糖作用。 这些研究表明, 南瓜里一些物质具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 我们把南瓜洗干净, 放到案板上来, 给它对半切开。 再把南瓜给它改一下刀, 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到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适量的薏米。 薏米可抑制呼吸中区, 使墨烧血管特别是肺血管扩张。 由于皮须湿热地消化到肿瘤, 及弹热结湿的肺癌, 更为适宜。 异米已对细胞免疫, 体液免疫迷。 对细胞免疫, 体液免疫有促进作用, 可起到扩张血管和降低血糖的作用。 尤其是对高血压和高血糖有特殊之功效。 抑制骨骼肌的收缩。 异米可抑制骨骼肌收缩, 减少肌肉之萎缩。 我们再来准备一根山药。 山药为干性温, 补虚, 山药中含有的淀粉酶, 多酚氧化酶等物质。 可以有效促进身体消化, 改善胃肠功能。 另外, 可以用山药代替部分精细主食, 更利于减肥。 和大米、 面条、 馒头等主食相比, 山药中所含膳食纤维含量更多, 食用后饱腹感更强, 有利于控制食欲和体重。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 山药含有酱汁和酱糖的作用。 我们把山药去皮, 剪成小块。 洗好之后, 我们把山药放在碗中, 用水给它泡发。 这样可以防止山药发黑。 再来准备少许的喝头。 坚果中, 富含各种不饱和脂肪酸、 植物蛋白、 膳食纤维、 维生素、 矿物质等营养物质, 同时还具有抗氧化作用的叶黄素、 胡萝卜素、植物素。 核桃作为坚果的代表, 尤其受到人们的观肃, 有研究发现, 我们多吃核桃。 与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 再来准备一个苹果。 每周吃至少五个苹果者, 患糖尿病的风险也比那些不吃苹果低23%。 研究人员认为, 尽管果糖会加速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升高, 但水果中的纤维和果胶, 都对人体健康有益。 另外, 医学研究人表示, 苹果多案能增强糖尿病小鼠抗氧化功能。 清除蓄肌的自由肌, 降低血糖、血脂, 减轻身体胰岛素的抵抗。 可以有效改善糖耐量。 同时, 苹果多酚能够提到改善糖。 支代谢紊乱以及防治糖尿病的作用。 含有。 研究显示, 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烙, 能提高糖尿病人对胰岛素的敏感性。 苹果可以稳定血糖, 预防老年性糖尿病。 我们把苹果给它洗干净, 对半切开。 再来给它改刀, 切成小块。 再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放到小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来准备一口锅。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我们把所有食材全部下入锅中。 开大火帮它煮开。 煮开之后, 在开中小火把它熬煮20分钟。 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易。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都能能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辛苦大家了。 现在我们这道汤也煮得差不多了。 我们把它盛入碗中, 就可以美美地开割了。 我们现在这道汤也晾凉了。 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 常喝这道汤, 血糖、 血压、 血脂平稳了, 胆固醇也降下来。 我们每周这样喝两次, 简单又健康, 非常的营养, 看着也非常的美味。 会让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强壮。 喜欢这道汤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着做一下哈。 好了, 朋友们, 家人们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祝大家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健康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